老头目睹娇妻和别的男人在水里打闹 但他并没有选择当场揭穿 然而当他走进酒店房间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 特德差点心机梗塞 此时妻子还全然不知情 根本没有料到丈夫会提前下班 直到太阳落山 女人才匆忙地赶回家 当他看到丈夫的瞬间 感到非常吃惊 他紧张地给特德一个拥抱 并询问他为何提前回来 丈夫并没有直接回答 反而询问他去了哪里 见妻子依然满嘴谎言 特德却还是试图挽回 就当妻子想要逃避时 特德突然捅破了窗户纸 他坚定地掏出手枪 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 枪声惊动了外面的工人 对方赶忙过来敲门询问情况 但特德对着窗户连开了几个 工人被吓得疯狂逃窜 随后特德又再次向天空开了一枪 还移动了妻子的尸体 擦拭掉蛋壳的痕迹 接着又丢在了地上 脱下自己的衣服将其烧毁 最后用开水清洗掉犯罪的证据 然而完成这一切后 特德并没有选择逃跑 而是等待警察的到来 或者说他在等一个人 很快警方接到了报警 包围了别墅 特德淡定地拿起手机 要求与一个名叫罗布的谈判员进来谈判 此时的罗布感到十分困惑 毕竟他并不是警察官员 而且与特德没有过交集 为了保证谈判的愉快进行 双方都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其实罗布就是和妻子细水的男人 但他根本不认识特德 更不知道这别墅里的女主人是谁 罗布朝房间望去 直到看到墙上的照片 才意识到特德的妻子是谁 他急忙跑向女人 发现他还有呼吸 但特德此时拿起了手枪 罗布察觉到背后的杀影 他连忙打掉了手枪 然后将特德扑倒 在外蹲守的警察们也上前协助 成功制服了嫌疑人 警方立即对妻子进行抢救 并将他送往医院 罗布眼中充满了恨意 而特德则坐在警车里 对他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随后 警方在现场收集了足够的证据 罗布发誓不会让特德逃脱法律的制裁 他找到了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威利 递交了特德的认罪书 同时向威利详细描述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年轻有为的威利表示不用担心 因为他在这个行业的定罪率高达97% 第二天 威利便开始整理有关文件 他认为这个案件已经是板上钉钉 凶手不但被当场捉获 同时还签署了认罪书 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只是走个过程 很快就到了法院例行预先听证会的环节 然而这个看似屈服的特德 却在接下来的一番操作后 让现场的所有人都傻了眼 特德上来便提出了放弃聘请律师的权利 在法官好意的提醒下 他依然要坚持自己为自己辩护 更是直接让私人律师滚蛋 法官也只好尊重了他的选择 随后他又再次放出大招 提出了放弃预先听证会 直接进入到审判阶段 尽管威利很是好奇 但他依然是信心满满 因为案件早已成为定局 只是走个过程而已 但晚上的一通电话却让他傻了眼 因为经过警方的分析 他们从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枪上 根本就没有发现特德的指纹 而更加诡异的是 那把手枪完全就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这一刻 威利才意识到 原来这才是特德底气的由来 但威利根本不慌 他认为这只是凶手的诡计 相信枪支依然还在案发现场 第二天 他便同警方过来进行搜索 可除了少了四发子弹外 再无其他线索 凶手手上没有火药残留 衣服上也没发现血迹 除了地上的弹壳外 连个子弹头都未发现 显然警方都被特德给耍了 但自负的威利并不担心 因为还有一张王牌在他的手上 他带着资料找到特德 不但揭穿了他的阴谋 同时还告诉他妻子没死的消息 显然这出乎了特德的预料 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 威利找来的第一位证人 正是特德家的工人 他能够证明从听到枪声 到警车赶来前 没有任何人在进出那间别墅 也就是说特德是唯一的嫌疑人 但特德听后 却是一种完全事不关己的态度 更是在庭审现场话起了话 当到了自己向证人提问的环节时 特德却放弃了他的权利 这波操作显然就是个新手 根本就不清楚庭审的流程 紧接着 威利找来第二位证人 经过主治医师的分析 他确定妻子是被近距离打中 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就是谋杀 只是因为运气问题 妻子并没有死成 所以现在的谋杀变成了未遂 法官问特德对以上证词是否存在意义时 他却摆出了一副毫不相关的态度 完全认可对方的推断 很快就到了第三位证人 然而当看到罗布的瞬间 特德却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话笔 当听完罗布讲述完经过后 特德一改往常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这反而让法官提起了兴趣 特德不慌不忙地站起深爱 抛出了一句堪比核弹的消息 此话一出震惊了法官 罗布瞬间羞愧难当 显然他的供词如同废话 恼怒的罗布冲向特德 一下将他扑倒 而这也让陪审团更加相信 特德所讲的都是真的 这一刻 威力才意识到 这个看似若不禁风的老人并不简单 威力手里的那张王牌 也因此被法官认定无效 特德以扮猪吃老虎的姿态 成功将整个案件扭转 如此一来 现有的所有证据都将成为废纸 要是再提供不了新的证据 特德也将被无罪释放 而罗布这边并不好过 经此一事后 老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为了能够寻找出新的有利证据 罗布将约会的酒店告诉了威力 可这里早被打扫干净 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 酒店拍摄到了特德进出的画面 尽管看到的人都知道是特德 但因为太过模糊 根本就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 眼看到手的线索又要断了 威力也开始变得焦虑暴躁 如果不能将凶手送进监狱 一定会在他的职业生涯画上五点 随后他又来到特德的公司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些线索 但没想到一切都在对方的预料中 特德掐着时间打来电话 这却是威力没能想到的 尽管被对方无情地嘲讽一番 但威力并未生气 反而开始对这个老头有了兴趣 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 警方在别墅依然没有找到手枪的下落 似乎从来没出现过一样 那把消失的手枪又能去哪里呢 威力已经毫无头绪 他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特德妻子身上 希望以读书的方式来唤醒他 可坏消息还是如期而至 医生告诉他妻子现在的状况已经是幸运的了 成为植物人就是上天对他最大的眷恋 尽管现在身体所有指标都在恢复 但由于伤到脑部太过严重 妻子根本就不会有奇迹发生 威力再度陷入了绝望 他多么希望妻子只是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便能醒来 晚上罗布找到了威力 他希望好友能够相信自己 但现在苦于找不到证据 罗布伪造了一份弹道的证明 他想通过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恶人 却遭到了威力的反对 作为一名高傲的律师 他决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获胜 威力再次来到医院 但看着活灵活现的妻子时 他又产生了一丝的动摇 威力整整做了一夜的思想斗争 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律所 随后将女助理偷偷叫来了办公室 尽管威力难以欺口 但她还是希望助手能帮上自己 接着安排她在法庭外等待信号 只要收到短信就将伪证送进法庭 很预料的一样 特德为自己申请了无罪辩护 威力希望能多争取点时间 但特德咬着他们提供不出证据 强迫法官同意她的申请 威力明白 如果今天就这样让她离开 以后就算有了证据也不能再提起公诉 他果断地掏出手机 但就在准备打给小助理时 职业的操守却让他犹豫了 他尝试说服自己 然而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他还是合上了手机 在场的观众一片死寂 法官也只能无奈地宣布无罪 特德被当庭释放 临走前还不忘再次嘲讽威力一番 长盛将军的名号不再属于威力 看着特德走出的背影 罗布却无法原谅自己 忽然一声枪响 当威力赶过去后 却看到了罗布已经饮淡自尽 由于丑闻曝光 罗布妻离子散 不仅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还没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而特德这时也刚好走出 看到他脸上露出的笑容 威力也后悔莫及 如果听从罗布的安排 结局或许就不是这样 特德也被警察送回了家中 但他的计划并没有结束 现在唯一的隐患便是妻子 他来到医院找到医生 签署了一份放弃治疗的文件 只要医生拔掉管子 自己的秘密就再也没人知道 威力想要阻止 但他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作为丈夫 特德在法律上是有决定权的 为此 威力找到了法官 申请了一份限制令 他要为自己和特德妻子 争取一次机会 然而医生这边 却已经开始最后的护理 在经过最终的确认后 他们移除了所有的插管 当威力赶到医院已经为时已晚 看到仪器上的直线后 威力彻底陷入了崩溃 明明凶手就在眼前 自己却无能为力 一直高傲的他 此刻感到了空前的绝望 为此 威力也辞去了律师的工作 变得沉默消极 甚至连上司抛来的橄榄枝 也没了兴趣 威力不知道学习法律 到底为了什么 他将自己长时间关在房间 但始终都没有找到线索 直到有一天 他来到警局查阅资料 两人的同款手机 被不小心拿错 这不经意的动作 却瞬间让他意识到 有可能这正是手枪消失的真相 而这通电话 也正是特德打来的 当得知他要去国外后 威力拿着手枪走进了别墅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原来警方找到的那把手枪 和罗布的是一样的 而特德也早已知道妻子的事情 为此 他偷偷潜入酒店 调换了罗布的手枪 杀害妻子的那把武器 其实是罗布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特德要求他单独进来谈判 他断定罗布看到 妻子的那刻一定会崩溃 特德也就在那时 趁机将手枪调换了回去 然后故意制造出 想要偷袭的假象 从而让罗布夺下武器 而真正的证据 却被罗布带出了现场 当威力讲出自己的推理后 特德却表现得尤为淡定 更是认可了威力的判断 可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因为法庭上不能一罪二审 也就是说 就算他承认了所有 在法律上都无法再对他进行审判 威力也承认 确实不能以谋杀未遂的罪名提起公诉 但因为特德放弃了对妻子的抢救 从而导致了妻子的死亡 所以他将再次以谋杀罪名 特德被再次送上了法庭 而这次无论他聘请多少名律师 都无法再逃脱法律的审判